我们如何实际在生活上爱神、爱人和爱自己 我在近来的生活有些体会 体会是什么呢? 我发觉很多人其实比自己性格影响很重要 我发觉有些人就会 比如说他心里面有些规则 他有些事情很想做 我认识有另一个人 与这个教会无关 有另一个人很多时他跟另一个人讨论的时候 他两个人经常都会冲突 在冲突的时候很多时他有他的原则 另一个人也有他的原则 但他两个人的原则是不同的 一个原则是想跟随政府的规则 另一个原则是想更多的福音外展 其实两个人是可以大家相夹的 但他两个人一撞满时 就完全没有想到对方的感觉 只是相撞的时候就想到 我有这些原则 你又没有跟从 我另外又说你又要给了这些规则给我 其实他们两个是可以有办法夹得到的 不过因为他们两个沟通的时候 时常都是用一个指控的方式 令到对方不喜欢的方式 于是他们两个相处的时候就好像狗咬狗骨 一相处就不开心 就有困难的 我再想一下我生活之中看到很多不同的人 我都发觉很多人都是被自己的性格 我想大家想想一下你家人 多数的相处就不是说表达我怎么爱你 喜欢你 就是很少很少的 就是在我们的接触之中 可能真的在你接触的人之中 百分之一的时间你可能会收到这些讯息 大部分的时间就说 你没有做什么 你没有做什么 你不做什么 为什么你的东西那么乱 为什么你什么 就是很多这种说话 就是人与人之间 很多时候就是一些 你没有做什么 你不应该做什么 或者一些情绪 就是我们个人的情绪 或者我们做的方式 我们对事情的看法 就是传递是什么 不喜欢 投诉 你没用 你不好 就是 全部都是这些负面的思想 多数 我应该说多数 就是很少传递 表达爱出来的 那我就 我忽然间我就 就是 我就想到 其实 就是很不同 如果两个人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 真正在耶稣里面的爱 真是很关心的 真心的爱 表达出 关心 支持 鼓励 欣赏 就是我不知道你在你的关系中 有没有这样的人 就是 可能我们 始终没有建立到这种 基督徒的 彼此关怀 建立的这种关系 如果你有的话 你就会发觉很不同 就是 见到面的时候 就说 譬如我们在教堂里面 我们会去做 我和他们沟通的时候 我都说 你可以做到的 神可以用你的 那我真是真心 就是耶稣看重你的 耶稣爱你的 就是我常常都表达 这个意思 以及去 关心你们 去支持你们 可以的时候 我都尽量去帮助你们 这种沟通 这种沟通 我所说的沟通 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沟通 两种完全不同的沟通 一个世界上的沟通 令到我们很不开心 有时候会受伤害 因为别人 有些什么事 你没有做什么 这些东西 这么乱 为什么你不是这样做 令到我们的心 是不欢喜的 但是 到底我们有多少这样的沟通 和我们如何制造一个这样的环境 和我们如何去照顾自己 我又想到 当我在教会之外 在外面的世界的时候 这样接触的人 真的很多时候 未必是给我一些舒服的感觉 有些人有的 有些人有 但是有些人的然是一个 冷漠 或者说话的反应 是令到一种冷的感觉 你想和他好一点 但是他的感觉是一种冷的感觉 那我自己怎样呢 我又想到 我爱人 就是对人好 那我又怎样爱自己呢 在这个情况下 怎样爱自己呢 那我就去 我就说 正如我鼓励人 我也应该鼓励自己 于是我就去试一下 就是说 神是爱我的 神是喜欢我的 我要日日欢喜快乐 我要欣赏神的恩典 我欣赏神做我 是很特别的人 所以我不要被人伤害我 这个就是我爱我自己了 我要让神的喜乐 神的爱在我里面 于是我就看到 原来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 如果经常都是以神为先 就是神的路 爱神 遵从神 看神的话语 思想神的话语 遵从神的话语 然后呢 又爱人 经常祝福人 建立这种爱的关系 然后又事事 爱自己 照顾自己的时候 人都会开心一点 就是我自己说 我自己去留意我自己 到底某一日 某个时候 我现在是被人伤害我 因为我是 让神的安慰安慰我 那我提醒我自己 我应该要保持 在这个被爱的状态 被神爱的状态 让我不要受伤害 不是在心里面 整个好像有些东西 刺刺刺刺刺 不开心的 然后怎样 将刺刺的东西 拿走呢 但其实我们可以 他一刺刺我便说 这个是世界影响 我不要受的影响 我要活在神的丰富的恩典 我不要让任何负面的思想 负面的感觉影响我 那我又去看见九形性格 那我发觉呢 原来九形性格 每一种性格 都有它自然倾向 人的自然倾向 很少说 你真是好了 我欣赏你 我爱你 我关心你 人的自然倾向 你很少看到人是这样的 人的自然倾向就是 他的自然的东西 他的感觉 他的情绪 他想要的东西 就加在我们身上 很少人是真的 主动地用爱来对我们 我就看到九人性格 第一就是我们要了解自己是什么形 很多人说我不止一种形 其实是不重要的 其实我们看看哪种形我们没有 譬如我来说 我知道我什么形是没有的 就是有一个是第六形 我知道我没有的 很少 就是少不是没有 有些人很希望有别人的接纳 他去找 找到这些人的时候 他才觉得安全 譬如你有没有惯例 有些人连在一起 他不会认识外面的人 你想认识他 他没有打入他的世界 他经常都是找几个安全的 他在安全的里面 他就觉得很舒服 一出了他就很难 有些人他在这种情况 但是他也可以出去 但是有些人他不想出去 那这个就是寻找安全者 就是很想有安全 那我自己就不是的 我去到Simpson College 那时候很快 三个月之内认识了同学 就是我很快去外面 我知道这个性格 我比较少一点 我知道我其他有些性格 我也有的 但是我很明显我是第五型 每一种型 都有它的长处 有它的短处 我希望大家 就去留意我们自己 分析我们自己 并且 如何活出神的丰盛生命 如何有神的喜乐 如何有神的外面 如何祝福别人 那我们首先看圣经 就是说我们神帮助我们 神帮助我们 看到圣经的原则 爱神爱人 爱自己 原来是最好的生活的原则 就是你想做人开心呢 你想做人丰盛生命呢 你祝福人呢 你想有真正的朋友 真正的朋友 不是世界上的朋友 世界上有些是玩 吃的朋友 那些朋友呢 你到了毕业之后 可能没有了 或者一起上学 大家一起上学 上学之后 大家毕业了 你发觉呢 或者转了校 就已经那些友谊 就没有了 因为那些友谊 不是一个爱的根基 但是在神的里面 其实 圣经说到 信与不信与不相辉 不单止呢 是说到结婚的 是说到深的友谊 那不是说 我们和不信的人 不可以有深的友谊 但是呢 你会发觉 你和他的友谊 是会有限度的 因为你和他的价值观 是不同的 那如果结婚更加 他的价值观 和你的价值观 除非你跟从他的价值观 如果不是 是很大的冲突 因为你不想说谎 他又会说谎 你不想缓税 但是他会缓税 你想原谅 但是他未必肯原谅你 很多 相处的时候 很多问题 就算好的朋友 你都发觉 心的沟通 是不是你心的沟通 只是说 我玩什么 吃什么 做什么 很开心 那些话剧 连续剧 是不是你的心的沟通 就是这些东西呢 因为你的心的沟通 是真的有爱 有关心 基督耶稣的生命 在你的里面 因为耶稣在我里面 我经常都爱神 我经常都觉得神好 所以我的言语 我都是表达出神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 跟世上的人所说的 我真的 我会去跟他聊天 但是我知道那些聊天 是外面的 表面的 不是内心 是深层的 深层的 是唯有基督徒才能够有这种 就是 这种心的关系 但是我要出去 去认识他们 去关心他们 我目的是 去认识他们 去关心他们 但是如果说到友谊 我就觉得 跟不信的人 是很难有 心的友谊 但是我不是反对你们 我只是说 真正心的友谊 是真的是爱的 有耶稣里面那种爱 彼此关心的爱 那首先我们看 就是 马可福音 我们先印出来 这张纸 那些圣经很清楚 教导 神的界命 就是最好的 我们终从这个界命 就是得活着 在旧的圣经里面说的 这个界命就是 去爱神 爱人 我们一起读 《马可福音》12章30至31节 你要尽心尽性尽以尽力爱主脸神 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 再没有比这两条界明更大的了 这个就是最大的界明 也是我们应该跟从的 因为如果我们跟从的时候 第一就是尽心尽性尽以尽力 尽心就是整个心灵去爱 我们爱神是要整个心灵 不是说将神排列第二十名 我做完所有的事情之后 我才去亲近神的 任何人如果有人说 我星期日早上到达三百人士 请你接我机 我就会说你可以搭的士 我会给你钱 请你搭的士 你就算是机场搭的士或者搭巴 我宁愿出钱我也不会去接你 因为我星期日我一定不会去接人 以前我的同学都是的 我未曾信耶稣之前 我的同学一起经常都玩的 我们又去沙滩去玩 过夜去不同的地方 去同学家里过夜 其中一件事我以前有做的 就是以前喜欢跳舞 或者同学家里开跳舞会之类 去玩桌球 当我一信耶稣之后 没多久 他们开始叫我去 我开始没有兴趣去 他们就开始不叫我 但认救我们是好朋友 我现在最好的朋友 他后来都信耶稣 但当时我是很喜欢跟他去的 有什么地方我喜欢跟他玩的 但因为我爱神多 所以我对世上的事再没有兴趣 所以我就没有再跟你一起活动 尽心就是我们整个心去爱神 整个心就是爱神 因为神是祝福的 我真的发觉神凡事都祝福的 尽性就是整个life 就是整个生命 在英文正经就是 with all my soul 我整个灵魂 整个人去爱神 尽意就是我决定 我意志 我决定了我爱神的 神是我第一位 钱不是我第一位 因为神一定会供给我需要的 其实我的钱 本来在先无离世的时候 是可以全无无杀的 但是神就供给我 我尽意跟从神的时候 神就会为我开路 神都一样为你开路的 尽力就是尽一切的努力去爱神 神就必然祝福你的 其次就是要爱人如己 爱人如己其实是说到爱两类人 一个就是爱人地 人地 第二就是爱好似自己 正经没有说到你爱人地 你又不爱自己 你体重自己生命 但是很多人认为 爱自己的方式未必好 有些人认为爱自己是怎样的呢 回家 站在那儿 站在那儿看电视 一边看 尤其现在要读书 有些人真的 到将来做工呢 我还有什么做 没什么做 放工回家 打游戏机 看电视 真的有些人是这样的 有一个人我认识他 他说他太太和他太太 这个不是信尼耶稣的 他太太和他带来的 因为他是以前来结婚的 这个太太 带上那些孩子 全部都在晚上 就趴在那儿看电视 就有一块块的薯片 就吃了 又喂了 互相喂 还有薯片 又这样喂 一些糖 一粒粒的喂 他的生命就是 看电视 吃薯片 吃这些 就是junk food 他认为我是爱 我是爱自己 我很舒服 但其实不是 因为他其实是浪费他的生命 因为就算以一个不信耶稣的人 他的生命 他经常看电视是否代表是丰富 不是 其实只是看完之后 懵懵地睡觉 他并没有 就是没有refresh 重新得力 尤其以信耶稣的人来说 更加是 如果我整晚看这些 我真的觉得是很浪费时间 因为实际上我实际上 可以做的太多 祝福人 可以很多 在网上现在很多人 找我 因为他看到我的视频 其实你也可以把我的视频放在网上 你可以帮很多人的信仰 就是很多人 他会问我信仰的问题 就是今早也有个人问我 他说 我一是侍奉 这个是侍奉人员 他一侍奉的时候 我和其他人有冲突 于是我就去跟他说 你尽量欣赏人 还有当你觉得有困难的时候 你不要去指责 而是你去问一下他 怎样我们可以合作 就是问 而不是去叫人家怎样做 吩咐人家怎样做 而是问一下我们怎样可以合作 更加好一些 任何关系都说 你问 让他说的会比较好一些 就是这个就是爱我的生命 为什么呢 我祝福人 神就祝福我 因为我开心 我真的帮到人改变 那些人他会 真的得到生命的改变 得到生命的力量 你也可以成为一个这样的人 就是你的生命 就是投资在赚钱 赚钱是不是不重要 不是 我都赚钱 我都做工 但是呢 我赚钱的目的 不是为了钱 我人生不是为了钱 我人生是为了神 为了祝福人 能够 也祝福我自己 我生命发挥出来 这样的时候呢 我真的觉得 凡事神都祝福我 无论在经济上 在友谊上 在事奉上 神都每一样东西都是祝福我 所以大家想一想 到底你是否真的爱自己所做的事 是不是只是一种 有时有些人是颓废的生活 是一种被享受所控制的生活呢 还是你是一个发挥你自己的生命呢 然后呢 诗篇139篇 这就是 爱神爱人 就是圣经的原则 诗篇139篇 第16至18节 这是我很重要的一个 我的生命的经文之一 为什么呢 祂是告诉我 神在我生命的计划 这个计划很重要 我曾经试过很多次 有人说些说话伤害我 有人会攻击 说我做的事不是那么好 也会一样有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有 你拿回一些纸给他 拿两张 我这边没有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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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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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篇139篇 是我一个很重要的经文 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到 神在我们生命中有计划 那这个对我有什么重要性呢 有时 人难免会有些说话 因为他不是信耶稣 他自然会说的说话 会伤害我们的 他伤害我们的时候 他没有那么看重我们的时候 会令到我们自己觉得 很失败 很不开心 很大压力 这就是我们受落了他所说的 但是如果我受落是神的计划 神爱我的 神祝福我的 有人伤害我 我也会这样说 神爱我的 神祝福我的 神要使用我的 神要将很多恩典放在我身上 那我会 我整天深信神爱我是重要的 没有人能够将神的计划拿走 神在我身上计划是坚定在天 在生命策上不能改变的 没有什么能够改变的 就是你的地址可以改变 我们的年龄会改变 健康状况会改变 地址 你的家庭状况会改变 但是神在天上所写的计划呢 我在天上神所定的计划 还有你每一个神在你身上定的计划呢 是没有人能够改变的 你周围的人改变不了 是唯有你可以改变 为什么呢 我当时说过A计划 B计划 C计划 D计划 你听神的话呢 你完全听神的话 你就行A计划了 那你不听神的话 你就落B了 C了 D了 E了 那这是你的选择 譬如你读书 你又不读书 那你经常夜睡 你又 经常打游戏机 又不做功课 那你就自然 你不可能发挥自己的 那你 就是你的生命 一定不会发挥的 那你又 或者呢 是选择 同一个不信耶稣人结婚 你肯定行不到这计划的 你不能够在你家庭里面 活出神的样式的 就是这个就是你的选择 当你选择了落的时候 你就一直落的了 那有时有些人 希望他落了之后 仍不够得够 希望 但如果他真的离开神的时候 是他本人负责的 那我鼓励大家 真的说对自己负责任 我要照顾我的生命 我不要让这些东西拿走 因为这些东西 是短暂的 就是眼前的享受是短暂的 但你走神的路呢 我什么情况都不遥动 没有一样的遥动 昨天文娥就跟我分享一件事 希望你不要介意 他就说有几样压力 其中有读书压力 有侍奉的压力 我说你不要看压力 因为我常常在神计划 神计划我要什么做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 要处理的事 要侍奉 我尽力去做 我做了之后 神就会欢喜 我做得不够好 神都会帮我 一路一路改善 那不是压力 我要做的 我每天要做的事 那就是向前做 要做的功课 我就去做 就不是一种压力 你看的时候 让人要凡事 都是祝福 是我们应该做的事 所以这个经文很重要 是我生命的经文 就是说 我相信我生命是神有计划 所以任何事都动不了 我对神的信心 和我对自己的信心 我对自己的信心是什么 我相信神祝福我使用我的 我们一起读一下 我未成形的启真 你的眼祖已看见了 你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度一日 你都写在你的擦尚了 神啊 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 其数何等众多 我入草点 给海沙更多 我睡醒的时候 远何你同在 这个讲到就是 神爱我们 也爱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的生命 尚未度一日 已经写在神的生命册上了 所以我们要珍惜 那个人的生命册 已经写了他的生命 如果他不信耶稣 神的计划就不会出来了 但如果他信耶稣 神在生命就有一个计划 神在生命册上有计划 所以我要尊重每一个信耶稣 就算他点软弱 你扶起他 他又起翻身 神就会欢喜 神欢喜我们扶起每一个软弱的人 当然神的计划是怎样呢 是他向我们的意料 是何等宝贵 是非常好的 就是他不会给你一些次等的东西 不会计划你 将来离婚 被人骂 面蒙蒙 经常都不开心 失败 说英文永远都说得不好 就是神不会计划你这些东西 神计划 是一样东西你都可以夸性的 但是你跟神的路就可以了 你就一样东西得性的 每一样东西你都会欢喜的 所以你不要要second best 不要要third best 那些不是最好的 不要要是神给你的才是最好的 因为神向你的意念是最好的 所以不要世界给你的 你不要要 是要神给你的 何等众多其数 何等众多 就是神的意念很宝贵 还有很多的 比海沙更多 你数的时候 就是神的意念 每一分每一秒都 不断向我们发出的 希望我们看到 神在生命有计划 神在人生命有计划 于是我们爱人 祝福每一个人 你不知道有一天 你到处不信的人 或者有一天 因为我们的缘故 信了耶稣 所以我们要影响他 另外诗篇 九十一篇 这里就讲到 我们专心爱神 的时候的后果 神的祝福 即是我们计划 我们要爱神爱人 当我们走这条路 真是爱神的时候 那个祝福有多大 诗篇九十一篇 第十四节开始 照尾 神说 因为他专心爱我 我就要答救他 因为他知道我的名 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 他若求告我 我就应允他 他在急难中 我要与他同在 我要答救他 使他尊贵 我要使他足享享受 将我的救恩 演连及他 这要讲到 就是我们肯行神的路 神既然爱我们 我们肯行神的路 我们专心爱神 这个我就是神 神就要答救我们 有任何困难 神都会帮助我们 因为他知道我的名 我要将他安置在高处 我们就成为一个尊贵的人 其实我们一生人 每个人都是这样 做工赚钱 结婚生子 就是普通的 生子那部分不是一个个 结婚不是个个都有 但起码都做工赚钱 一定要的 每个人都要吃饭 年纪一直大 每个人都一样而已 但很多人的生命 就只是赚钱 做工 吃饭 睡觉 年纪一直大 就是这样的 那你想不成为一个尊贵的人 一个尊贵的人 就是一个祝福别人的人 你的生命就丰富了 我希望大家都会 想成为一个尊贵的人 就是你爱神 你到底你的生命里面 有多少其他杂贵的东西 你是否追求世界 还是追求神呢 如果你追求神 神自然会祝福你的 他求告我 因为圣经说到 摩西和撒姆尔的祷告 这么有能力 圣经有说到 为什么特别提到他们 因为他们真的很亲近神 如果你亲近神的时候 祷告是很有能力的 我们去到 短书的时候 看到很多人经历神 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真的有能力 阿J有文言在一起 祷告也很有能力 我们都可以的 我们的祷告都可以有能力 祂就应允我们 在急难中 我们就与祂同在 我要达救祂 使祂尊贵 我要成为尊贵的 成为一个尊贵的人 一个宝贵的人 我们每一个都有这个潜质在里面 求主耶稣帮助我们 真是追求这个神的祝福 我要使祂祝祷享祥寿 将我的救恩显明及他 叫得着神的救恩 希望我们真的看到 圣经所教导的 爱神爱人 爱自己才是最好的 我现在看一看 还有一个经文 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三节 就是怎么爱神 爱神有两种 一种是喜悦神 感谢神 和心灵深处 好像朋友那样 渴慕神那种爱神 但另一种就是 遵守神的道 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三节 一起读 耶稣回答说 人入爱我 就必遵守我的道 我父也必爱他 并且我会要到他那里去 与他同住 这里讲到就是 耶稣说 如果有人爱我 我就必遵守我的道 爱之后 他就会有这个后果 就是会遵守神的话语 就会看神的话语 我希望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都看神的话语 你有神的话语 你就会有圣经的根基 圣经的目标 带着我们要做什么 神的话语 会带着我们 会教导我们 我们读了圣经之后 就要思想 就夜思想 只能变为有福 喜爱耶稣的律法 要喜爱 就夜思想 这人变为有福 神就会样样祝福我们 要遵守出来 天父就必然爱他 并且 神要怎么样 神要怎么样 神要跟他同在 跟他一起 我们很特别 就是说到圣父 圣子 圣灵 三为一体的真神就是众数的 我们就要去他那里 跟他一起 因为这个没理由是讲人的 这个肯定不是说到人和他一起 怎样可以让人和他一起 所以这个一定是我父和耶稣 我们一定会去他那里 跟他一起 神就会与他同在 神的祝福就会很大 很真实 我们去到宣教的视频 我们弄好之后 就会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神的灵的真实 是很真实 是很真的 是真的祝福人的 我希望大家都会跟从 好了 接着我们看的九形性格 就是说 每一种性格都有倾向 怎样不愿意爱人 不愿意爱神 而用自己自然倾向来生活 第一个就是跟从原则者 每一个性格 其实我们都会有的 九个性格都一定有 不会是零分 不会有一个是零 不过有时候少 有时候多 所以你看的时候 你看到自己 我有没有这个性格 以及看周围的人 有没有这个性格 跟从原则者 本来是很好的 他很跟随着 有什么规则 他一定会守规则 这一类的人 是很体重的 那些事情应该这样做 不要这样骯髒 不要乱摆东西 有秩序 这类的性格 就是跟从原则 那这种人呢 那个傾向 就是自然傾向 就是说 有没有搞错 这个这么乱 有没有搞错 那样做法 怎样可能这样做 那就会很容易发怂症 这种傾向 就会容易影响了 我们和人的关系 就很难 就很难 就是在言语上表达 就很难 就很难去 在猛症的时候 去爱人 人家也感受不到 他爱他 那好了 那这种性格 是不是不好呢 不是的 神可以 你被神改变 他就会看到 原来 这个世界上的人 都没有跟从神的道理 我怎么去帮他呢 就是用爱心 一定要用的方法就是 爱他 欣赏他 又帮他去遵行 就不是说 你去 指责他 用强硬的方法 你没有办法改变他 很多父母教者都一样 你用强硬的方法 他一定不会听话 但是你欣赏他 你很乖 做得很擅长 那小孩就记得 他真的会去做 他为帮他跟从那个规则 但是他帮的方法 用以人为本 爱人 以及以神为本 爱神 爱人的方式 跟从原则 这些也有时候 难以爱自己 你会觉得 唉 我有些原则 我做不到 我自己想要做的 我做不到 首先自己责备自己 所以责备人的人 自己骂自己 骂很多很多次 所以他就要学习 我也有尽力 尽力做不到 求耶稣赦免 就宽容自己 能够去爱自己 帮自己跟从那些原则 但是不要给自己压力的感觉 这是第一型的性格 第二型的性格 成就他人型 成就他人型 很好 爱人 但其实他的意思是这样 这类性格的人 他就很想帮人 而那些人有回应 令他觉得有价值 例如有些妈妈 他就会做很多东西给你 如果你没有回应 他就觉得 他心里面就会不喜欢 或者一些女朋友 就会这样 所有东西给你 你都看不到 我做了什么 你又看不到 他就很不喜欢 他想做的东西 是希望他做了 为对方做的人 希望他会回应 你真是好 你真是超级好 我真是很喜欢你 就是他想得的回应 他的目的 其实也是在自己身上 成就他人型 成就他人型 其实可以发挥 信耶稣如何发挥 就加上神的爱心 我真是真心想祝福他 不是只想他注意我做的事 而是我希望我做在他身上 不计较他怎么看我的 只是祝福他的 这样的时候 反而他会有真正的朋友 所以这类型的人 是可以因为经常看人的反应 而不是深正对人有爱心 而是只是想看到 别人怎么对他 这类型的人怎么学习呢 就是说 神真的整天都祝福人 我有这种心 学耶稣的心去祝福人 又欣赏神这种祝福人的心 又时时祝福人 又自己说 欣赏自己 我都要祝福人 我心里就欢喜了 就不要 就说我做了别人又没有反应 那就是做了没用 有时那些团契 或者是教会的负责人 传道人就会有这种责任 有这种重担 或者是小组组长 哎呀 帮极些人都没有人的反应 哎呀真是很失败 很失望啊 很不开心啊 但是你说 我做了一个神纪念的 就是人没有反应也好 我都要神都纪念 我就欣赏自己 就不要令自己受伤害 不要自己留在一个受伤害的状态 好了 第三种型呢 其实它特色就是 喜欢人注意型 这种型真的 有些人说 这种型没有什么好 但它有它的好处 我先说了它的不好 这种型是什么呢 这种型的人呢 通常来说 它都会喜欢穿衣 穿得漂亮的 那它呢 就会 人家看的时候呢 它穿得漂亮 它不是只想它自己穿过 它是想人家看到之后 留意到它漂亮 如果它穿得漂亮呢 如果它穿了新衣 尤其是她的男朋友 剪了发 穿了新衣 那男朋友注意不到呢 它就会发生的 有没有搞错 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东西 买了这么多衣 居然你看不到我 我换了今天这套衣 是从来没穿过的 或者我 就是 留意不到它 因为它的目的是留意 那无论是穿衣 或者是什么东西 譬如上司也是 希望做些东西 希望上司留意到它 就觉得 我呢 就很好了 现在上司留意到我了 即是有这种 喜欢人注意 或者你有时见到 一班人之中 当然有些人吸引人注意 他小朋友有个教育 你见到一些小朋友 常常喜欢 弄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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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老师就注意他了 或者喜欢说些东西 特意说些东西去吸引人注意 那这种性格 那这种性格呢 那这种性格呢 就是他做很多东西 都是为了吸引人注意 就变成 他 譬如说 穿衣 或者做什么东西 都是想人家去欣赏他 人家不欣赏他的时候 他注目在人家的欣赏 人家的接纳 那人家不停欣赏他的时候 他心里面 就是有种不喜欢 就是他的目的 不是在人的身上 他不是穿衣很漂亮 让人家个人开心 不是 他想穿衣很漂亮 人人会欣赏他 个人看起他 就是想人家的注意力 那这种人 就不是真的注目 在祝福人 而是他注目在自己身上 得到什么 那怎么改变呢 这种性格 其实有他的好处 这种性格的人 是有自然的吸引力的 因为他很自然地 他做的事 是令到人家欢喜的 他从小时候 他已经会喜欢 有一些活力 有一些开心的质素 有某些质素 有某些质素 令到人家喜欢跟他在一起 所以这一类性格的人 通常来说 是有多些朋友的 以前我认识了一个人 在香港的教会 我们去旅行 他见了一堆 因为他全街都认识人 他每个人都认识 他人都认识得很快 跟人家聊天 很快 但他是很喜欢人 吸引人注意力 他很喜欢吸引注意力 但他吸引了很多朋友 很多朋友在他周围的 这种性格如果发挥得好 他就会真的影响很多人 因为他对很多人 有很大的影响 因为他 他是喜欢跟人在一起 他喜欢被人注意 他也会注意人 他喜欢被人注意 这类性格可以怎么发挥呢 就是他相信 神是注意他的 所以他有安全感 多谢神 神注意我的 首先最重要是神注意我 人家注意不注意我 不是最重要的 以后就说 我这种吸引力 我可以用来祝福人 让人家得到神的祝福 也都告诉自己 神做我很特别的 我真的对人有吸引力 我去欣赏自己 一样是事实 都是爱神 爱人 爱自己 这样生活的时候 他就不会是一种低沉 有些明星 有没有发觉有些明星自杀呢 有时就是 以前很多人喜欢他 很多人都很成功 他的男朋友很喜欢他 什么什么 但是后来 那些人不是那么喜欢 有些人发觉他自己 现在 不是那么多人请他做戏 他就很失望 或者他的男朋友 又不喜欢他 丈夫又离开他 之类 他就失望了头 唉 没有人喜欢我 不如死吧 有些明星的自杀 有些都是这种原因 就是因为他不开心 但是如果他宰面 坚持 人家为什么对我不好 不要紧 我自己要发挥 我的魅力 影响人 去祝福人的时候 他可以成为一个开心的 好了 第四型 就是这个感觉型 就是他很有强力的感觉 emotional 很多情绪的 那这种型呢 很多人又认为 这种型的性格真的很惨 为什么呢 他经常都不开心啊 有什么事呢 就第一个情绪化 他经常见他 就愁眉苦脸 在那里倒下头 不开心 那样 那样 但是这种人的特质 就是他敏感人的感觉 那这种人的不好的地方 就是他 他不会能够爱人 为什么呢 因为他经常都想到 人家什么事不好 他就很不开心了 不开心的时候 他自然不会令到人周围开心 但是他可以怎么改变呢 他可以就说 他敏感人的感觉 因为这种性格 是最敏感人的感觉 他会感觉到 那个人 你说的话 你很不开心的 你这样说话的时候 会伤害他 就是他会感觉到 所以这种性格的人呢 就去感受人的感觉 然后去关心人的感觉 学习如何去回应人的感觉 他是最敏感人的感觉 他也都感觉到神 你的感觉很强 神一样的性格都有齐 全部好的一面 神是很有感情的 他就会欣赏神的感情 欣赏神怎样豐富的感情 那他就会感谢神 去爱神 还有呢 要对人有感情的回应 其实有感情的回应 和人的关系就会加深的 我们和友谊 关系 不是只是在知识的 不是只是在做事的 是我们沟通上 能够将我们内心世界 和人分享的时候 也都回应人的分享的时候 你就会有很好的朋友 那所以这一类的人呢 可以和人有很好的关系 那他也都要处理自己的内心世界 不要因为低沉 而经常在不开心的状态 哎呀好惨啊 哎呀好不开心啊 什么都不开心 他就可以变成怎样呢 我可以祝福人的 我可以带 就是关心人的 感受人的感觉 我可以带 将很多 就是温暖 带给人的 那他可以变成另一 可以使用他的性格 第五型呢 这个是我应该 是我主要的性格 就是思想分析 和呢 专注一样东西的时候呢 他进入了世界 好像周围的人 他不太理会 就是会傾向 那你说 好像不太像我 但其实呢 我告诉你 我的性格呢 自然谈谈这件事的 如果那班人 不是我合拍 我宁愿我自己走来看书 我可以单独做一样东西 第五型的性格 可以重复做一样东西 做来做去都不重要的 吃同一样东西 吃同一样东西 又不重要 又不太体重世界的 第五型性格 倾向于这样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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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型的 居士多数是这种性格的 那些隐士啊 那这种性格 它的好处呢 就是他会可以 不理人的东西啊 不关心人啊 那就变成了 就跟人有距离了 这个呢 就是他的不好处 但是他的好处 如果发挥又怎样呢 他就可以发挥 就说 我看到这些意念 这么好 譬如你看到我 啊 神是真的 我就会去研究 研究之后 去推广 告诉别人听 神很真的啊 圣灵是好的 我又研究 研究 研究 就是你发挥我 圣经的证据 我又研究得很详细 圣灵呢 我又研究得很详细 跟着告诉别人听 训练人 那我就发挥出来了 就是怎样去帮助别人 我所研究的结论 是帮助别人的 就不只是我 我有我的图 譬如我发觉 有时这个第五营呢 就会怎样呢 他自己研究一套 人家不明白 但他也要坚持这个方法 他不改变到 那他要学 我怎样调教我所学到的东西 研究到的东西 去帮助别人呢 这个就是他发挥他的生命 还有欣赏 我自己呢 神给我的独特的质素 我要去发挥我自己的 第六营呢 就是寻找安全者 就是他很想找一些人 他可以信任的 他不是那么容易信任的人 所以他叫怀疑者 但他是忠实者 Loyal Follower 为什么呢 他很想找人 他可以信任到的 他可以信任到的人 他会和他的关系很深很深的 他未找到的时候 他会怀疑 他不会那么容易信任 或者任何新的 他不会那么容易信任的人 那这类的人呢 你发觉呢 就难点和别人这么快交往的 就是 好像要看清楚一点 久一点才行 新识的人 就很难和他这样交往的 这个是自然倾向 如果是这样 就可能有第六营的性格 那因为他 不是那么容易信任 所以也和别人有距离 但是他怎么可以突破呢 就是他去 想到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一种 需要安全感 我需要安全感 我都可以把安全感给人 他就会冲破自己 就是说 我把安全感给他 关心他 让他有归属感 也都告诉自己 我是神特别做我 很体重安全感 我要制造在我家庭 在我教会 周围都有安全感 第七营呢 就是享乐主义 有些人说 这种人就喜欢玩 喜欢开心 笑 有时真的好像发跌 那样 享受 那样 好像这种人 无所事事 但这种人呢 是令到周围的人很开心的 因为他会很开心笑 例如说 如果在一起玩 去派对 出外 他会令到周围的人很开心的 这种性格 那他不好的一面呢 就是他想着玩 他没有责任感 或者有时不顾及别人的感觉 但如果他好的一面呢 就是我可以令到人开心 我要令到人开心 我要令到自己真正的开心 那不要呢 这种人也是情绪化 因为那些人不喜欢跟他玩 那他就不开心 那他就会情绪化 那我要时时保持 在神里面有一种喜乐 第八营呢 是强烈领袖营 或者保护者 那如果比较极端的强烈 一个例子呢 就是希特拉 嗯 他是要强烈的控制者 他要控制这个世界 整个世界 不单止他的国家 他要整个世界 他想当时说是灭绝犹太人 他要 德国人成为一个最优越的民族 德国成为全世界统治的国家 他有这种野心 那这种的性格 那有时你都会发觉 有些人周围是这样的 很有控制性 是 整天都要别人怎么做 别人不做 他又会不喜欢 那这种性格呢 就是有时令到人很有压迫感 那他的 但他的长处 如果发挥又如何呢 他就会成为一个 好的领袖 如果他有关心人的时候 他就可以有这种 好的领袖的质素 就是他有这个领袖的质素 他也是一个保护者 他能够保护他周围的人 好了 第九号刑呢 维持和平刑的意思是什么呢 即是他会说 大家譬如有些什么事情发生 算了算了不要紧了 总之大家不要介意 行了算了 大事小化中事 大事小事小事 小事化无事 什么字当无事 但是 那就是好 其实不是好的 明明两个人有问题 当无事了 没事了 不要出声了 不要说了 是的不处理 那他就会避免逃避事情 但是如果他追求被神改变 他会怎样呢 他就会说 原来在神里面 我们处理了问题 我们才真正有和平 怎样有和好呢 和谐呢 就是当他真的处理了 所以这种性格人 亦都可以真的帮助他周围的人 有这种和平的关系 当我们看不同的性格的时候 一会我们自己会想 我们有多少型 不是我们的 不是那些其他 都是我们有份的 有份的性格 我们有哪些短处 有哪些长处 那我们如何去 看我们的性格突破 去爱神 就是每一种性格的倾向 都会倾向爱自己的东西 比如第一个性格 喜欢爱原则 都是爱神的 第二个性格 他是 他帮人的时候 人的回应 是比神的重要 所以有些人侍奉 他不是看神是否喜欢 哇 有人喜欢我做的侍奉 哇 顶瓜瓜 他是喜欢别人看到他的侍奉 这个就是 他觉得他有成就 所以每一种性格 他都有他的东西 取代神 那我们就是 神啊 你帮我们看到我们有什么 取代你 还有取代爱人 我们怎样能够更加爱自己呢 当我们真的追求 我要爱神 爱人 爱自己更多的时候 你的生命就开心了 我自己这样做 每天都很开心 人家说什么话 我都不受他伤害 但我会祝福他 你想不想这样的生活 就是你轻轻松松 每天都开心 每天都快快乐乐 又跟人聊天的时候 观察到这个人的性格 我知道他是这样的倾向 能够在他的需要上去影响他 求主耶稣帮助我们 做一个超脱人 性格的限制的人 去真的用爱去影响周围的人 我们一起起床 我们祷告 求主耶稣感动我们的心